5R-CAN QR-Code 今天又收到这一个 从5R-CAN寄来的免费产品 越来越多的糖衣炮弹 谢谢他们 他们也有联系我 叫我来试这产品 我不敢讲是测试 但是 他们很有诚意 我就很有兴趣 其实这产品我听说过 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 在网络上听说过 我还曾经想买 后来 我是觉得 刚开始是觉得有点贵 后来当你真正去拍摄 很大量照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产品 会帮一些专业的摄影师 去解决一些专业的问题 所以今天刚刚收到 很新鲜的开箱 比我想象中要小 哇 还送我一个L-Bracket 这个很有用 有两种摄影师 这个很有用 一种是studio影棚的摄影师 一种是Landscape 因为这个会帮助到你一个L型 曾经有想买过 不过现在心想事成 谢谢啊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一个盒子 哇 比我想象中的要小 非法少说 先打开 这个包装 还算可以 看到这个忍不住 做什么呢 当然是测试我的麦克风 减压的好方法 这个包装如果你不细心看 你还以为是手机呢 这个尺寸 Hello 跟手机差不多 先把它放一边 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这个我蛮有兴趣的 这个 我知道中国在淘宝上面 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个人还没有L型 这个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装在一个三角架上面 然后相机可以 或者讲 应该是你把它装在相机上面 你可以打直装 也可以打横装 不是 打横装 也可以打直装 就这个一直装在相机上面 但是因为我相机装了快版 所以基本上这个可能就 用的会比较少 但是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 这个可以拿来装麦克风 就你麦克风 在一些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用装 你可以把麦克风装在不同地方调节 但是角度调节就有一定的危险 或者讲一定的不顺 还有第三个作用 就可以把它来装灯 装我的 爱图斯的灯 哎呀 这个灯光应该还可以 爱图斯的灯 好 先放一边 这个有用 我们先来开箱这个手机 不是手机 没有任何的 sticker 或者没有任何贴纸 防尾标志 就是开 CanFly Pro 其实当我看这名字的时候 这名字给我印象很深 因为这个CanFly 我不知道 有点像中英文的感觉 就这种感觉好像是 就是 就有点不太顺口 读起来一怎么读都不顺口 Can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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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有意思 之前我就有了解过 它很早期的一个产品 然后他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 今天寄给我的CanFly CanFly Pro 我不知道是我发音问题还是什么 就是我个人觉得发音比较难的 它是一个专业的版本 Capture Transmission 这个呢 我希望可能会有一集 我们去到studio那边去拍摄的时候 这个就很有用 然后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VP很有用 这个需要你要拍摄大量照片 绝对是很爽的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一个盒子 说明书 说明书就是教你怎么用 然后你要网络 自己的网络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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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还是要看说明书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一个 CanFly Pro 把它打开 有点重量 有点沉 然后当然还有不同的USB 因为每个相机的USB接口都不同 USB接口一大堆 先来看一下他们接口 有什么接口 哇 基本上就差一 这什么东西 怎么还顺个这个 难道弹吉他吗 这个是什么东西 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 放一遍 然后这个就是USB 这个是Mac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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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USB Tite C 现在新的相机可能可能开始用 加上 Sony应该是用这个 这一个就有两个 这一个应该是富士 富士 富士 这可能富士都支持 然后这个就是5D3 5D4 他们就用USB第三代 所以基本上的支持还是蛮多 然后USB Type-C 这个很新的Sony 就是USB Type-C 但是我这Sony还是用 还是用回这个小的USB接口 然后这一个就是本身了 Cam 5 Pro 5G 这是5G 这是应该是最新版 这传输速度是蛮快的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个跟我之前买的那个拍照 我忘记之前那个一直答应大家做个视频 但是还没有 一直都没有机会 但这个的用处主要是一点 当你拍摄大量照片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传输在你电脑上面 就比如说你在摄影棚拍摄 有一点就是你要拍摄马上照片 就可以传输在电脑上面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花省去很多时间 当你按下快门的时候 当你在准备其他设置灯光的时候 那时候照片就利用那段零碎时间 可以传输到电脑上面 当你把相机放下来的时候 你去到你电脑 你可以直接开始剪接 所以这是一个摄影师摄影棚当中工作的时候 这个是提到一个效率 比如说你一天拍800张照片 你还要等 等你拍完之后 就把SD卡拿出来放进电脑 这个时候再传输 等于浪费了10分钟 但是你拍照按下快门 跟第二次再按下快门的时候 当中你的电脑就可以马上存储 马上显示 然后第二就是有保护作用 保存作用 就你的相机里面有存储一个备份 电脑又有一个备份 而Lightroom在Capture One里面 都有这种直接导入 就按下快门的时候 Lightroom直接帮你导入进去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客户在电脑后面 他就可以直接看你拍的怎么样 就可以马上呈现 当然你电脑最好就是有 校色的对比 然后当你打印的时候 颜色是一致的 所以基本上就这个能够快速传输 所以这边应该讲的也就是快速传输 对Capture and Transmission 就这个的主打就是抓住信息 然后快速传输 基本上他跟之前我买的 我忘记那个品牌叫什么了 基本上这个就是 在摄影团牌内 他们一般都是用一个USB3的线 5D是用USB3的线 快速传输 但是这个就是把那条线给省略掉 直接你可以不用拉那条线 直接用这个就快速传输 所以这个不便宜 这个可能不便宜 可能都要一千还是两千 我不知道人民币 英镑就不便宜 具体使用还没有 之前 哇这个很难打开 它的塑料做工 算是不错 哇这个怎么那么难打开 怎么那么难打开 USB ON OFF 然后5D A1 RESET 快点 哎哟 打开反了 是不是打开反了 哇这个那么紧 难道这个就是给你用呢 哇这个这个真的太难打开了 终于明白这个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用 但是这个真的是太难打开了 可能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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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我错了 原来他用的是 不是AA的电池 他用的是自己 手机的电池 Rechargeable Lightning Lightning Battery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三星 Replacement for Galaxy Note 3 M9000 这个是真的是手机的电池 他用的是手机的电池去 传输 好怪不得 因为应该是高的传输速度 需要很大的power 所以这就为什么可能需要手机电池 所以这个电池 320毫安 3.8W 三星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给你来开这个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真的是来给你开这个 这样子充电的话 所以怪不得你不用经常开 除非你要真正换电池的时候你才开 这个按进去 好打开 这样子就打开了 5G 开关 USB 你要下载APP 然后等等的设置 基本上整个做工还算不错 基本上整个做工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放在 电池 好这个就是一个5D4 所以就把它夹在上面 这个时候5D4如果没记错 它应该是USB3的接口 看到 果然就是USB3的接口 5D4用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就有上面的USB 它是用 它是应该是用USB3的传输 所以USB3的传输算是蛮快的 以后应该升级到USB-C了 但是并不是很多相机还有升级到USB-C 灯光真的很烫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本来是有一条黄色的线 这边我没记错是一条黄色的线 你要连去你的电脑 当你拍照的时候 RAW的照片就可以传输 因为一张照片 看你是5D4还是5D3的传输速度 它的传输速度 一张照片的大概是 20多照 30多照的 30多MB的时候 基本上你想拍照的时候 那个传输速度 我试过大概半秒钟的时间传输 然后我们试过无限的 所以 但是条件就是你要拉的一条线 就像拉这个带弧 所以很多时候你相机在不同位置的时候不同 而这个就是 这个价钱虽然贵 但是它就把你省去那条线 所以只要你按快能的时候 它就可以高速传输速度 把你的相机 所有的information传输到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返回去控制你的相机 可能也是可以 但是我还没试过 你要下载它的APP 然后进行一些设置 再定习一次使用 我今天刚收到 我还没 具体还没使用 因为这个使用 当你在外面 或者在拍摄landscape 拍摄风景的时候 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大 除非你是把相机设置在那边拍摄延时 可以拍摄延时 拍摄延时 然后每一张照片 就通过这个传输在我的电脑 当然这个具体用途 还不是给外面拍摄 但是给一个studio 或者给一个外景的时候 你拍摄的时候 马上显示在电脑 马上显示在其他人的照片上面 这个算是一个同步吧 所以这个整个重量是 差不多测试在这边 是给比较有需要拍摄大量拍摄的照片 大家拍摄studio的时候 所使用的 传输速度 在外国 我看见还是蛮多人用的 但是并不是太多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他们都是喜欢用条线 但是希望能够以后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固定 这线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还是蛮稳定的 但是这个这个的头 如果能设计在前面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就更好 这个头好像有点设计有点不同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一个相机这样子的话 还算平衡的还算很好 不是太重 但是基本上因为在studio 或者在摄影棚里面很少用的闪光灯是在相机上面的 闪光灯都是在off camera或者是在不同角度 因为你要打光不同测试的光 相机上面是比较便宜的一种相机 所以5D3而5D4都是没有内置闪光灯的 上面就是给你装这种专业的东西的 但是索尼相机上面还可以装microphone 所以这个是不同 相机就是用来拍照 但是你装这个就是不是用来拍摄视频 而是专门是拍照的一个人 下次有机会 我们去到摄影棚里面 再给大家来compare这一个跟那个所谓的线 因为那个线 据我手指好像也不便宜 如果要很长的话 也是需要几百块钱 甚至对几百块钱的一个黄色算是数据线 高速传输的数据线到你电脑里面 而这个所以这个是2000多 算起来讲 算起来讲的时候 这个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但是如果你是在影棚里面拍摄大量的照片的时候 这个能够帮你节省到很多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这个 但是普通的人也想玩玩也可以 你有钱多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我要查一下这个价钱 我不知道是不是2000多 但是我在英国查的好像都要1000多 至少1000多 2000多 1000多到2000人民币 我不太清楚的价钱 哇收的好像有点贵重啊 这礼物 但是谢谢CAMFI 拿人的嘴短吃人的嘴短 不是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 但是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专业的多 我不敢讲是一定值得买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的确是一个专业的器材 就属于是专业器材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主打的可能人员 或者是主打的地方 它不是属于那种普通人用的 它是主打是属于商业用途用的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就是双业中途用的 所以它就不要给你AA电池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你如果去一个摄影棚拍摄 或者你忘记充电的话 可能充电它也是由这边去充电 不是由这个由这里去充电 是由5V 1A 5V 1A就是手机充电去充电 但是如果这电池 三星电池一般都会爆炸 我不知道 这种电池是很高能 用的很久 但是安全性我就不知道 能不能带上飞机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手机电池 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拖运 或者能不能拖运 我也不知道 这个每个国家的电池法都不同 所以但是好处就是 基本上它用的是手机电池 你去到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买三星电池来去使用这个 但是就不是普通的5节电池 或者是AA电池 你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基本上手机电都可以买到 所以这个是不是暗示你摄影师 就要用三星的手机 这样子你可以同时放在这里 也可以同 但是三星手机它电池是这样子换 我不太清楚 我没有用过三星 不好意思 但是这个就是你看到塑料各方面 都是比较专业的 蛮有意思的东西 我还没使用 但这个就是今天刚刚收到 只是一个开箱视频 告诉大家 看法 它这边就有介绍 它可以做什么东西 AutoView 就是可以现场直播 就是你可以LiveView 在你电脑上面 LiveView你所看的 Avanced Braking 你可以还可以拍摄所谓的高台 就是欠报一档 过报一档 最后就同时拍摄三张照片 后期再合成 还可以录制video 还可以录制video 有兴趣 这个有兴趣 可以试试在我索尼上面 录制video Multiple camera control 你可以用它来去控制你的相机 可以用 应该是控制你的相机 ISO 光圈等等 Multiple camera control 然后AutoPrint 还可以自己打印 然后WiFi是82011ac 它支持的地方就ISO IOS 不是ISO IOS 苹果系统 Android系统 Windows 还有Mac 就是这两个 可以扫描它 所以基本上 然后下一步要测试 就是它的稳定性 跟它的使用 是不是简单 基本上 第一个印象还算可以 谢谢FiCom 我忘记是不是要寄回去了 管它们 下次有节目再见 Bye 是我 应该是这个 会 诶 这个可以啊 真的可以用的蛮简单的嘛 用的蛮简单的嘛 退出 退出 可以啊蛮有意思啊 基本上还是蛮稳定啊 Avance bracket 这个相机是没有卡的 基本上很方便啊 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就是你如果调节ISO 基本上相机我就可以不用动卡 设置在那边 如果除外调节光圈 当然光圈你这不能是手动光圈 你必须是可以有built in的光圈 就如果是手动光圈 这边是不能调节的 这很正常嘛 如果手动光圈这个调节 我会吓死你 所以这样子三个 整个界面还算用的比较简单 明了 有意思 给大家看 就是 FiveCam 搞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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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